這個是陳彥霖的出生子 我是她媽媽 我想澄清這件事 她是自殺 不是被殺的 因為我一直有跟警方跟進的 所有CCTV我都看過了 當時CCTV的神情都是異樣的 她只是跟我說有把男人聲叫我這樣做 把男人聲和我整天說話搞到我睡不著覺 我覺得很辛苦 我不要再回到女童院 真是很恐怖 當時跟醫生說過 醫生說她只是反叛 而不是情緒有問題 在6月的時候 女兒有份去派文宣 接著到了7月的時候 她跟我說 媽媽 現在我都不想出去 因為已經變了質 接著之後到了8月的時候 你們所謂說見到她 中了那個催淚彈 那次她是去沾沙咀買東西 回去元朗打算給同事吃的 買蛋糕回去打算給同事吃 她都有跟我說的 所以中了催淚彈 而不是她是走前線 而中了催淚彈 她們起了我底 還有我工作地點 全部都趕了出來 半夜三間都打來在這裡 知道我天天提心跳膽 我不敢出街 不要我已經沒有了女兒 再這麼殘忍了 也不需要你們說要跟她沉冤得雪 已經夠慘了 我們一家人 已經沒有了我們是最疼愛她的 不要再推測 不要再胡亂去說任何你們認為的東西 我只是想她們放過我們一家人 我都想我的女兒安息 她平時以前最怕人煩 最怕人吵 你們天天在這裡吵 很困擾 我相信她在天去都很困擾 我坐牢阿 太刀了 太刀了 就以前 quantities ils